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五大全明星阵容 这让他们的实力大增 然而在上赛季夺冠之后 球队也将几名角色球员给放弃了 其中就包括了尼克扬 因为他们觉得有些角色球员在夺冠之后 耐心就开始膨胀了 这对于勇士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他们需要招募一些 渴望想获得总冠军的角色球员 庆勇士在没多久之前用一份地心合同 牵下了被爵士队裁掉的瑞典天才球星 约纳斯杰雷布克 这是勇士惊下牵下的重要的替补球员 杰雷布克职业生涯九年来 除了第一个赛季在活赛队担任首发以外 之后的八年里都是干着替补的角色 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 场均能够得到6.2分4.0篮板 三分命中率达到了36% 其中在爵士的上个赛季里 三分命中率达到了41.4% 非常的出色 因为这个原因 勇士队的科尔在今夏第一时间 就关注了这位外线单分手 因为他是勇士需要到外线投手球员 在今晚勇士队勇士迎来主帅科尔和22加五星园的最近消息 勇士维心园杰雷布克举行了媒体发布会 在会上杰雷布克说 科尔一直说他在关注我 对此我表示非常的开心 因为对于雷这样一支出 色的球队效力是我非常渴望的 但是我之前已经明确跟科尔说 如果我在球场上获得了空位的机会 我一定会自信的将皮球投出去 而不是传给其他人 而且我也会去抢篮板 去做任何能够帮助球队取胜的事情 小编从杰雷布克的这番话中可以感觉到 这位年轻球员话说得很直接 但是这样的性格比较率真 确实他有自本说这样的话 毕竟他的三分能力也是不入的 但是不知道科尔听到这番话 以后会不会有点小想法 对此网友充当了一把科尔 说道 在替补习有人的情况下 我不会让你上场 然而也有其他的网友表示 人当理有事 话都变多了 小编觉得网友针对杰雷布克的这番话 确实也是在恶搞吧 科尔克是一名总冠军主教练 他的心怀还是挺开阔的 如果杰雷布克在场上确实能投中一些三分球 科尔肯定会继续让他投啊 毕竟赢球才是最关键的 在勇士这个体系中 每一个球员都有上场机会 毕竟他们可是全联盟最会分线球权的球队 不然化学反应就不可能这么融合了 对此喜爱NBA的网友们觉得呢 对此喜爱NBA的网友们觉得呢